42章经说 明心 见性 过好一生 这就是佛教文学的终极命题 宗教四框架理论说 佛教分为四部分 历史的 哲学的 神学的 文学的 文学的 这其实是文化概念的部分表述 作为佛教 其完整的文化定义 应该包括佛教艺术 佛教文学 佛教建筑等等 这是一个如太平洋一样浩瀚的领域 传统的佛教文学 主要由诗词 登陆 诵古 民间故事等几部分组成 作为作者 我的水平实在有限 只能在沧海中选取一宿 本课准备以佛教诗词 这个佛教文学中的小领域入手 抛砖引玉 听过我的佛教通史和佛教哲学课的同学 是了解我的 我长于逻辑 短于抒情 善于破坏 不善于鸡汤 但是 讲不好也要讲 我们就是这么年轻 佛教文学的总原则是用佛理来指导人生 产发佛理 指导人生 什么形式最好 那就是毛主席说的 一句要顶一万句 就是佛教文学里最具冲击力的部分 佛教诗词 我们的佛教诗词课 还将延续以往的风格 用佛教的哲学来破拆佛教的文学 读懂诗句背后精深的佛理 读懂前辈高僧大德 在写诗时的良苦用心 虽然 我也想 左手是苍阳加措 右手是纳兰荣弱 感识伤怀一下 但是 意境 唯美 灵魂契合 这些 都非我所长 所以我就扬长辟短 不讲了 我只负责知识和理论部分 大师们负责感悟和灵魂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 美 我也是爱的 但是我不能 下面 我们就进入佛教诗词的理论证课 佛教诗词是个大概念 首先要从创作者的角度进行分类 佛教诗词的作者分为两类 一类是出家人 一类是有佛教信仰的历代读书人 他们共同的创作 就是广义定义的佛教诗词 严格意义上的佛教诗词 是出家人写的 要弘扬自家的法眼和宗风 众所周知的原因 自古以来 出家人的文化素质 普遍低于世代夫阶层 自唐朝已降 出家人的文化素质 日益在提高 唐诗诵词之风不断的冲击佛门 出唐以后兴盛的禅宗 在这股风气的冲击下 由不立文字到大立文字 以诗文明的僧人就越来越多 唐朝的寒山 实德 较然 惯修 天才不绝 极致宋代 五家七宗并齐以后 师僧群齐 佛教诗词的题材 有诵谷 律师 民歌 种类很繁多 题材有开悟 侍法 这些宗教应用领域 也有日常起居 云游送别 江湖吟孝 这类的抒情领域 这一类 由出家人创作的 是严格意义上的佛教诗词 历代读书人 把佛教诗词的领域 扩展到了 时无边处的地步 就是数不胜数的禅义诗词 这是佛教诗词的民间派 什么是禅意 就是对人生的痛苦 困惑 寂寞 纠缠 的一语道破 禅意是中国式的机制和狂放 是照亮明心见性的一道闪电 禅 就是打破 打破世俗常规的见解 顿悟如刀 不论是多么残酷 都必须承受 我们中国的读书人 自入世以来 居庙堂之高 处江湖之远 总在这种患德患失之间 这种患德患失 就造就了中国读书人 自古就兼具 儒家和佛家的二重性格 为官时 兼计天下 铁尖道义 受挫使 就独善其身 寄行山水 禅意诗词 那种无助生心 水月相望的高原意境 和当头一棒 要见你本来面目的顿悟 把所有的文人 都打成了内伤 不论你是婉约派 还是豪方派 几乎所有的诗人 都写过禅意诗词 或者说 你的诗没有禅意 你就不配做诗人 自唐以来 佛教诗词的变种 禅意诗词 以及禅意 这个文学概念 已经深刻的影响了 整个中国文学诗歌的 创作和理论 那么 佛教诗词 和禅意诗词 的区别是什么呢 区别在于 法眼和宗风 狭义的佛教诗词 根据创作者 所属的宗派不同 有各家的法眼 各自的宗风 虽然 佛教诗词的主体 是禅宗诗 但是 也有华言宗诗 比如白居易的 也有律宗诗 比如 律虎赞宁的 比如 南山红衣法诗的 天台的智语 静宗的善导 各宗法旨不同 都需要体现在 各自的诗词里 这一点 是禅意诗词不具备的 就禅宗本身的诗诗来说 或者说 就禅师来说 也分为六个流派 我们简单的说一下 禅宗六个流派的法眼和宗风 什么是法眼和宗风呢 所谓各家的法眼 就是指各家宗旨 各家对禅 对法的理解 就是各家的法眼 何为各家的宗风呢 就是各家接引 开悟的 教学手段和风格 比如说 林济宗 林济宗的法眼是 我无义法与人 平常心就是道 他的宗风俊烈 当头棒喝 问我就打 打到你不问为止 这就是林济宗风 每家的法眼和宗风 都涉及到一套巨大的理论 我们在后面的课里头 会逐一展开讲 这里只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林济宗 他的宗风 叫林济棒 理论体系 叫当头棒喝四兆用 曹洞宗 他的宗风 叫曹洞经 理论体系 叫君臣五位四兵主 云门宗 他的宗风 叫做云门三界 理论体系 叫涵盖乾坤 水月相望 法眼宗 他的宗风 叫法眼空 理论体系 叫做波若无知 一切现成 阳祺宗 叫阳祺静 理论体系 是立触皆真 触目菩提 黄龙宗 他的宗风 叫做黄龙三观 理论体系 叫剑山不是山 林济棒 曹洞经 云门剑 法眼空 阳祺静 黄龙观 这就是禅宗六家的宗风 为什么没有 韦阳宗呢 因为韦阳宗 讲的是原相 中国宗教图形学派 就是画图 从圣禅时期起 每一首诗 都必须放进 这个六层的书柜里 你能放进去的 就是佛教诗词 你放不进去的 最多只能叫禅义诗词 宗风和法眼 就是区分佛教诗词 和禅义诗词的标准 再加上一个圆容观 就构成了佛教诗词 独特的审美标准 宗风 法眼 圆容 这就是佛教诗词的审美范式 法眼是否符合 宗风是否展露 意境是否圆容 这三条达标了 就是一首好的佛教诗词 佛教诗词分类 有一个333法则 这个审美的三个范式 宗风 法眼 圆容 就构成了333法则的第一个三 以上 就是佛教诗词 从创作者的角度 区分的两个部分 佛教诗词和禅义诗词 它们组合起来 就构成了广义的佛教诗词 或者说 就是现在流行的一个词 佛系诗词 佛教诗词 作为一个专门的审美领域 需要相关的佛教理论做指导 看词取义 没边的抒情 单纯的当作禅义诗词的鸡汤盒 这有备于前代高僧大德创作的目的 并且鸡汤是荤的 饭戒 我们吃素 佛教诗词分类 333原则的第二个三 是指从时间上分类 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前禅期 圣禅期 和后期 具体的时间点 是会昌法难 即公元842年 和宋朝末年的崖山之变 即公元1279年 会昌法难 标志着圣唐的结束 和禅宗五家七宗的兴起 崖山之变 标志着正统中华文化的衰落 和藏传佛教的兴起 在唐末五家七宗以前的诗 属于前禅期 圣世之中 诗风清丽 如月在天 这个阶段禅风的核心 在佛教通史第七十集讲过 叫做 无念为宗 如来禅 从会昌法难 到崖山之变 期间 五家七宗 宗风各异 疾风庙宇 遍布禅林 属于圣禅期 禅风上 也从如来禅 转向了祖师禅 天隐元秀大师 就直接喊出了 丈夫自有冲天气 莫向如来 行处行 诗风如上高楼 一步一层 崖山之后 正如吕流良所说 江山真可耻 不忍之事 藏传走向了主流 整个汉传佛教 走向了低潮 佛教诗词 也跟着走向低潮 五家凋敝 两宗独称 直到近代 又出了革命合唱 苏曼书 南山红衣 太虚 虚云 多位大师 五家绝续 佛教诗词 又再次复兴 尤其让人 瞩目的是 四百年前的 藏族徐志摩 又被重新发现了 为佛教诗词 补上了 不复如来 不复清 这样的感情新境界 真是可喜可贺 这就是佛教诗词 分类的第二个三 前禅期 圣禅期 后期 三个时间段的划分 我们讲了佛教诗词的三个审美范式 三个时间分类 下面 我们讲一下佛教诗词的三个境界 中国的佛教八宗 时间走到了马祖道一 就开始了飞跃性的发展 禅宗 虽然是达摩大师 直履熙来 但是 他远程道安大师和远功一训 以佛教中国化为己任 以禅 统设一切 尤其是到了华言宗的第五代巨匠 宗密大师 归禅宗之后 通过倡导 禅教合一 禅境合一 禅界合一 禅密合一 将佛教中一切法门 都在禅门中整合起来 从达摩祖师以下 经历了八代人 到了江西禅 马祖道一 湖南禅 石头西迁 二大师开始 终于 开创了中国自己的佛学 禅学 佛教诗词 到此 也正式 变为了禅师 这个独立诗分类 西年 达摩传法云 有人得我皮 有人得我肉 会可得我精神 藏传佛教 得的是佛陀教理 净土 得的是佛陀情怀 而禅宗 领会的是佛陀的真精神 禅师 就是当下顿悟佛意 最好的方法 我的佛教通识课 讲到禅宗部分 很多同学觉得 人物多了 关系乱了 记不住 理解不了 我自己仔细考虑了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所以决定 开这门佛教诗词课 或者说禅师课 自古高僧 一句诗下 当下顿悟的 不在少数 这就是一句 顶一万句的力量 世间都是因缘法 悟只在一瞬之间 不再读百年书 各位同学自己体会 还是我在佛教哲学里 那句话 全 我传了 悟多少 在你们 禅师 作为佛教哲学的 艺术表现形式 要回答的问题 就是哲学的三个基础问题 我是谁 我该如何看待人生和世界 我要怎么做 还有一个道德问题 就是 什么样的境界 才是佛的境界 这四个问题 就构成了 佛教诗词 分类三三三法则中的 第三个三 佛教诗词三境界 就是本心境界 顿悟境界 无畏境界 第一个境界 是佛教诗词特有的 叫本心境界 就是通过揭示本心 是原本清净的特质 揭示本心迷失的理由 这是一个 有表及理 看自己的过程 这类诗 又叫建心诗 在这个阶段 我们叫他 见自己 第二个阶段 或者说第二个境界 是佛教诗词 回答对这个世界的认识 和该如何做的问题 就是 平常心是道的顿悟境界 无助生心 日用事道 最终 跨越生死悲喜 领会山水真如 这是一个 由内向外 见天地的过程 阐明了顿悟成佛的方法 这类诗歌 我们叫做 开悟诗 正道诗 是法诗 这个阶段 我们叫 见天地 第三个境界 是佛教诗词的最高峰 无畏境界 这也是我们 佛教哲学课 最终指向的 哲学 就是大乘精神 除了慈悲 还有西舍 佛教诗词里头 有很多诗是绝命诗 有很多是僧人写完就去死的 诗一切众生已无畏 这是佛家的最高精神 无论是灾祸 战乱 强权 还是暴政 总会有僧人挺身而出 前有真净 自白 后友 佛陀 一手 结无畏印 要安抚世间的友情 帮助无助的灵魂 一手 结语愿印 带给众生以希望 这是个超越自我 见众生心的过程 这类诗 我们叫做无畏诗 这个阶段 我们叫 见众生 见自己 见天地 见众生 这就是佛教诗词的三层境界 佛教诗诗诗的三个审美 叫做法眼 中风 圆融 它的三个阶段 叫做前禅期 圣禅期 和后期 它的三个境界 叫做本心境界 顿悟境界 无畏境界 无畏境界 这就是 我们 我们就指出 学习方法 就是佛教诗词 审美和鉴赏的 333法则 这就是佛教诗诗的